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是林森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天 VOA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今天第一小时节目的主要栏目是 解密时刻和英语教学 首先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一名埃及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 呼吁抵制埃及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 巴拉迪星期六说 他将拒绝参加伊斯兰主义的总统穆尔西 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的议会选举 穆尔西一开始呼吁在4月27号开始选举 但是少数派科普特基督教徒反对这个计划 因为正好赶上基督教的节日 于是穆尔西总统星期六重定了选举日期 新的选举将开始于4月22号 投票活动将在6月底结束 新议会定于7月2号第一次举行会议 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巴拉迪指出 这次投票是一种欺骗行为 自从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赶下台之后 伊斯兰主义者想方释法赢得了每一场选举活动 巴拉迪所属的全国拯救阵线政党的其他官员表示 很多党内成员对抵制表示赞同 但是他们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会加入抵制的行列 意大利星期天和星期一举行议会选举 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 选民们希望选出一位可以将他们带出经济困境的新总理 并决定是否仍将奉行目前的经济紧缩政策 最新的民调显示 中左翼联盟领袖贝尔萨尼处于领先地位 前总理贝鲁斯科尼紧随其后 即将离任的总理蒙蒂也领导政党参选 但是在民调中远远落在后面 意大利目前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 政府推行的紧缩措施甚至引起了民众广泛的不满 由于这次选举事关作为欧元区重要国家的 意大利的经济的前途 所以欧元区国家尤为担心 新政府将削弱蒙蒂在过去15个月里 推行的经济改革和预算的削减 并伤害意大利的经济复苏 西班牙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 抗议活动正值一次失败的武力推翻 政府起义的23周年的纪念日 西班牙近年来失业率持续攀升 执政党和首相又被爆出腐败的丑闻 由此不断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星期六抗议的组织者指责说 政府为了拯救金融机构而牺牲公共利益 抗议基本上是和平的 但仍有数百人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这些抗议者随后很快被警方驱散 山东省东营市数千民众 星期六上街示威 要求政府对当地化工厂泄露有毒气体 导致数万人出现不同程度中毒现象的事故负责 东营市鲜壳镇数千民众参与抗议活动 他们抗议举着牌子 部分人手举不要毒气 我们要生存 不要污染等字句的标语 有报道说 网友18日在网上披露 位于仙河镇十余公里的化工厂 17日释放了大量剧毒的硫化氢气体 大量人员出现头晕 头疼 眼睛疼 嗓子疼 胸闷等症状 山东商报19日报道 东营市环保部门证实气体泄露 但称气体主要是对人体无害的侵化物 美国国防部因一架F-35战斗机的引擎的 涡轮机的叶片出现裂缝 而决定停飞所有的F-35战斗机 F-35战斗机项目销资高达3960亿美元 属于第五代多用途的作战飞机 采用了先进的隐形技术和其他高技术装备 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 美国国防部说 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在对一架空军F-35战机进行例行检查时 在引擎的一个叶片上发现了一条裂痕 发动机将被运往康尼迪克州密德城的制造商 普惠公司的总部进行彻底的检验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1950和1960年代之交 中国发生了一场大的灾难 数千万民众在饥饿中死去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 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场灾难中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请收看今天的解密时刻 观世回避的真相 诠释者禁忌的事实 解密时刻 讲述陈峰故事 细数人间沧桑 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 饿死了数千万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 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 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 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呢 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 造成上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呢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 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 中国上层领导人 对于大饥荒中的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 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 闻过是非 掩盖真相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 人们发现 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指导人 在那场大灾难中 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 包括彭真 陈云这些人 他们知不知道出现了大饥荒 他们知不知道死亡人数有多少 他们具体有什么样的反应 应该是他们知道一些 但是知道不前面 59年春天不得国中复兴嘛 向他们反映嘛 他们当个别问题来处理 没有当前局问题来处理 根本也从政策和制度上来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某种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嘛 这个案子报了 那个案子报了 当时有局部和前部的关系 支流和主流的关系 这是局部问题不是前局问题 这是支流问题不是主流问题 这是九个指头 一个指头 九个指头是好的 所以它倒是当局部问题来处理 这个问题 当然是跟他们主观的偏见有关系 更重要的制度下封锁消息 将假化 在专制制度下 是假化申请的制度 当权者既要封锁 向厦门封锁信息 同时厦门也向他封锁信息 向厦门封锁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他的错误 不被他的上级知道 报喜不报忧 这是就集传制度的一个 通常的一个毛病 那么在这个大饥荒之后 中国官方有没有公布过 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没有公开过 从来没有公开过 但是61年底 有三个人搞了个调查 就是当时粮食部长成国栋 统计局长贾琪仁 还有粮食部的办公厅局长周伯平 这三个人现在周伯平还在 周伯平是八十年代 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 做报告 讲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他们三个人 让国省填个表报一下 到底多少人 所以几千万 后来我为了有写书 为了落实这个布林厅 一个股政党我就亲自上周伯平家里去 03年是02年 我的书上写了 我去他家里去了 我就问这件事情 他承认说的确是 他们搞了个调查 报了几千万 周伯平看他说赶紧销毁 过了一个礼拜周伯平问他 你们销毁没有 他们说销毁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了 连板都销毁了 到底几千万 周伯平没说 后来我去问他 他不坑气 这要巧合什么呢 我跟他谈话 他看到墙上挂一个照片 是我的同学照片 我说不是长戏唱吗 谈你这么认识 我说不是同学 他老兄在本来 穿着媳妇给你 接着我再访 后来回房间 嗨 尝一尝同学 跟老伯说 我就再问他 几千万 嗨 你管这个干什么 他一直长辈的时候 教训我 他就没有谈诚 那您没有追问 他具体数字吗 所以我就很傻 我不该说 他是他的女性同学 他就不但不说 年轻人不要问这事 还说我这话 说几千万 后来我就说了一句傻话 我说是不是两千万呢 就是这个事 就这个算 肯定不是两千万的 那您当时 如果要多问一点 或者少问一点 四千万三千万 也可能是的 所以这个事 反正他是几千万 这个事肯定缺缺的 而且就是说 他说是周恩来知道这件事情 周恩来知道 就是报了周恩来 周恩来赶紧销毁 销毁这个数字 一个礼拜以后 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 他们回头销毁了 是我们三个人 一起销毁的 连板都销毁了 当时不 那个是纸板吗 银转都销毁了 据您所知 就是这个数字 他们销毁的这个数字 除了周恩来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 也会知道 估计毛知道 估计毛知道 但是后来 是不是透露出去 很难说 陈寅兹不是在外面 讲说几千万 四五千万吗 是不是这个数字 我就不好说 中国前国家统计局局长 李承瑞 1997年 在中共党史研究上 发表 大跃进 引起的人口变动 一文 承认中国长期以来 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 视为绝密 严防外泄 他写道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 是通过公安部门的 户口登记取得的 关于大跃进 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 户口登记数字 长期没有公布 特别是 由于这些数字中 显示1960年 全国人口 比1959年 净减一千万 所以当时 把它作为绝密资料 直到1983年 国家统计局 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 1983年出版的 中国统计年鉴 第一次 向国内外公布了 1949年到1982年 户口登记的 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 毛泽东是首要人物了 他了解的情况 会不会多一些呢 比其他领导人 应该 但是一般的 从中国的制度来看 不是那个时期 现在时期 都是报有的要多 要钱吧 像跑步前进吧 问题都积在中央 在北京看问题很多 到下面看问题少一些 在那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那时代都向上 不好的 比如毛泽东 到下面跑一圈 就感到良好 但这些宋伟书记 在毛泽东面前讲假话 但实际 在实际部门上讲真话 譬如李锦贤这个人 司上宋伟书记 在毛泽东的大把道来 我有粮食没事 但是他跟李先念 跟陈国栋 讨价还价 征购粮食 多了少了 他想征购一点 陈国栋 李先念想多征购一点 这样他在 如果在李先念念 民间 少要了 少交了 或者多少粮食 他更有胆量 向毛泽东那 说假话了 是这么个情况 不仅省委书记 说假话 就连周恩来 也向毛泽东 隐瞒了 大饥荒的真相 美国明尼苏达州 诺曼戴尔社区学院 教授 中共党史专家 丁书说 周恩来 大跃进 初期 曾主张 遏制冒进 受到毛泽东 严厉批评后 为了自保 立即转向 支持 大跃进 就在庐山会议期间 国务院内务部 向中共中 让一个报告 就是说 14个省发生下方 其中9个省 下方缺粮人口 达3亿8千多万人 所以在这个批判 彭德怀的时候 周恩来 其实心里是知道 彭德怀是有道理的 他其实头脑是很心形的 但是 他就是 心有意义 小心意义 他绝对不 对大跃进 提出任何 负面意见 他对这些坏消息 从来不像 毛泽东报告的 李先念曾经是 中国的国家主席 当时是 国务院的副总理 主管经济的 主管财经 对 那么他当时 是不是更了解情况呢 他很了解 我们都是交头乱隔的 他一个是城市的粮食 他要管的 但是报 天津七天 沈阳几天 粮食怎么报 他没粮食吃 外贸出口的 要鸡蛋 要猪肉 出不出气 他也很着急 所以沈阳 要凉 要凉 要鸡蛋 要肉 要什么 都是他 他出面 给电话会议 催粮食 催鸡蛋 催出口产品 他也是一种 当时制作者 他的压力 他管这个事情 中国官方媒体 在描述 李先念 在大跃进时期的表现时 经常谈到 李先念当时表现出的 固实态度 官方一些史料也说 在大跃进期间 李先念曾经提出 潜少粮食争购 但是 专门研究过大饥荒的 中共党史专家 丁书教授指出 中共中央 1959年3月底 在上海 紧江饭店 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 决定把粮食争购率 从1958年的 29% 猛升到40% 李先念 坚决执行 把毛泽东 要全国学习 河南省强行 争购粮食的讲话 越急向全国传达 加剧了各地的饥荒 他说 就是在全国粮食会议上 把这个毛泽东这个话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反打下去 所以后来 河南省委财贸书记 宋志和 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 李先念同志讲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现在如果不抓 争购粮食 如山会议精神贯彻以后 群众就会把粮食吃光了 争购到粮食 城市生活的满排 要求 在贯彻 如山会议精神的同时 两手一起抓 一手抓争粮食 一手抓精神贯彻 倒修下来 群众边收割 边争购 这个边收割 边争购 就是在全国许多省分执行的 这就是造成 1959年11月开始 全国普遍20人的关键人员 麦苗清 蔡花黄 大饥荒 川西济世 一手的作者 曾任解放军 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 王东宇指出 中共中央 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严重加剧了四川的饥荒 王东宇对川西地区的饥荒 进行过深入调查和研究 他说 紧温江地区1959年11月到1960年 就饿死了50多万人 那个东西饿死的人 是断粮的问题 完全没有粮食的问题 完全把粮食给农民收光了 中央下的命令 就先下手为强 把粮食通通收光 他们自始自终认为 农民在满产失分 你既然要满产失分 你反正都要满产 导致干脆给你收光 收光了以后 你还是饿不死 为什么饿不死 你们粮食藏起来的 从杠到下都是个关键 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的路线文 1993年8月 在回忆文章中透露 1960年夏天 副总理李先念 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查 车被满路地恶跑挡住 李痛哭流涕 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 争够粮食逼死了信仰农民 他管这个事情 他应该知道下面是很困难了 粮食已经是不多了 已经收不上来了 那他是什么反应 他是说向上面报告真实情况呢 还是说向下面压就是一定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呢 先完成任务 下面的情况 他那年龄称致他知多少 他知道 因为他第一线知道这个东西 他多么严重 我是多少人 他不一定知道那么多 作为一个管经济的副总理 如果他粮食调不上来 他不应该感觉到 这下面已经出现粮食短缺问题吗 当时粮食调不上来 我是认输问题 国家人问题 当时铁路系统并没有发达 但是他在跟李景全 甚至和其他的省委书记 在讨价还价的时候 难道仅仅这是因为运输问题 或者其他问题 粮食调不上来吗 当然知道他没粮食 他也没粮食 所以前去会拘捕嘛 当然有的说法 在四川山崇林公司一个人 或者北京街头公司一个人 影响哪个大呢 就这个说法嘛 后来反过来一演变 就是说 宁可四川公司人 不能北京公司人 的话是后来演进来的话 开始的话说是 在北京公司人真正影响 比四川毛山崇林公司影响要大 一通全局考虑 这话是说了 这里先见李邓小平说的 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 有了邓小平这句话 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景全 就积极宣扬 丢足宝居的重要性 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 曾经担任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瑜 在香港出版的 卖秒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济世一书中说 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 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 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 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说 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 一个冬村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 再出乱子怎么办 李景全反问宋文斌 乱子已经出了 是先保京津户 先保长度 还是先保你温江 据当时担任八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 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 经经户缺粮 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 然而就是这个每人每天半斤的流粮 其实也是政府虚夸的结果 温江的百姓实际上连这点粮食也没有 汪东瑜说 根本就没有 因为它是浮夸的 这个证是怎么算的 我们的产量是由领导算 是各级政府算的 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 比如说粮食一往地只打了五百斤 他给你算成一千斤 算成一千斤 他说我收你四百斤吗 收你五百斤吗 你还有五百斤吗 实际上他只有五百斤的产量 收完就没有了 很多地方的一里两次都没有 全部吃野菜 全部断粮 全部公共食堂停火 我们现在好像对邓小平在这场大饥荒期间的表现 好像不太清楚 您对于邓小平当年的这个表现有什么了解 不光我很多人对邓小平在大饥荒期间的表现都不清楚 但我听了安之文说了一句话 安之文他当时是国家纪委的一个负责人之一 他说邓小平大饥荒期间的责任大着来 我说怎么大呢 他找人来不管是他主持工作嘛 都是他干的嘛 就这么一句话 对邓小平是现在邓小平时代嘛 所以对邓小平所有的对邓小平的问题都一字不谈都没有披露 您也没有查到什么东西 查不到 查不到 因为我的查是查了个什么东西 我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调查 关于粮食历史的调查 这只能去农村的和粮食 农村对邓小平上面的批示看不见 将来档案批了可能知道一些 但是59年那几项政策 两项政策出台 可能是跟邓小平都很有关系 估计让步的政策 让步 您指的是纠偏的政策 纠偏政策 59年两项政策 一个是关于自留地 这关于羊猪啊 羊鸡啊 那两个政策 可能以可能邓小平有关 我分析 跟邓小平后来思想一致的 这开始跟着气横啊 跟着闹 邓小平也是急急的过去 不急急它不可能 不可能站得住啊 比如城市人民共事 那么最高的城市人民共事 这边的市民共事 也就是 海外的城市人民共事 这样可以 也就是 他强调说 只要是可能的 不是主观主义的 就应该快 1958年3月份 毛泽东又在成都会上 多次提醒反冒进 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 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邓小平会发言是说 反冒进是不好的 破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 写了公民信给中共中央 控告李政权 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 李政权有责任 这份犀利民信被中央收到以后 就开始要李政权 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 李政权被迫检查 而且在检查的时候 还哭了 掉了眼泪 但是四川的干部 对他检查不满意 因为四川人饿死人 实在太多了 丁小平两次到四川就为他开脱 说该检查的都检讨了 就是那么多问题 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 然后说停止追查 李政权个人责任 保护李政权过了关 当时毛泽东曾经让他的 最近的这些领导人 包括刘少奇 朱德 陈云 周恩来 下去做实地的调查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在61年 因为60年的情况 他们值得也比较年重 因为毛泽东苦辱得不到真实信息 让他的警委员下去调查 让朱德 周恩来 什么这个成人的都去调查 而且把61年作为调查 年九年的这么种说法 也就是他们苦辱得不到真实信息 周围被谎言所包围 在专制制度情况下 都是这样的 专制制度最高的周围 被谎言和阴谋所包围 都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毛怎么能够想到说 让他们去调查 他一定是得到了一些什么信息 他当然得了信息 真正假假也不清楚 是一个懵懂模糊之中 在模糊之中 做追踩是很危险的 所以60年 情况他能知道60年12月份信仰事件就爆发了 死亡也没当万人嘛 死亡 而且不止一个 当时信仰事件 你来说是红洞 并没有红洞 当我们那儿上大学都不知道啊 后来到90年代才知道信仰事件 信仰事件呢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可能有危机感 原来说 下面的人是骗 骗上边 上面的人呢 有的时候也压下面 那么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 下去进行调查 他们回来有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呢 反映一些 比如刘少奇 回老家调查了一个月 刘少奇 软的事情跟毛泽东的 比毛泽东还左 所以的话还鸡丹 我的书上都有 在公主讲话 讲得很厉害的 包括在西水里讲话 西水 湖北省西水县 江苏里讲话 讲得很激态 很激进的 后来回湖南调查 一个月之后 回来就太大转变了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刘少奇 在湖南农村敦点调查的44天 这篇文章中说 1961年4月1日 到5月15日 刘少奇率领中央调查组 先后在湖南省宁乡县 王家湾生产大队 长沙县天华大队 和宁乡县花明楼探子冲 蹲点调查 调查期间 刘少奇认真听取了 当地民众对公社食堂 和浮夸风等问题的意见 他在宁乡听取汇报时 对当地百姓有关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表示认同 承认中央政策存在失误 1961年5月31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 到底是由于天灾呢 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 湖南农民有一句话 他们说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冬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从全国范围来讲 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 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 在大多数地方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毛泽东当年是不是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想他了解局部的真相 前居的东西很难说 局部的国地反应情况 我私人没两时吃 八五九年春天就有这个反应 他把这些反应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 所以中共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 是局部还是前居 是直流还是主流 是下限还是本质 他总认为是局部的 直流的 是现象的 所以他这么看 所以他认为这些问题 是九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 十个指头 九个指头是成绩 只有一个指头是缺点 所以他自始至终 认为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比方说 我们说这个饥荒问题 还有当年这个大半人民公社食堂的问题 公共食堂的问题 公共食堂给这个饥荒 是加速了这个饥荒的扩展 蔓延 对于公共食堂 毛泽东本身 据史料的记载 毛泽东本身是知道情况的 而且毛泽东自己本人 曾经说过 这个食堂不行 就不应该再办下去 比方说 在五九年的三月 有一个郑州会议 1959年三月 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 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 了解农村情况 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 大到省委书记 小到生产队长 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 李承武 贸贸实实地讲了真话 抱怨人民公社 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 牲畜 家畜 和财产 80%的劳动力 都被调去炼钢铁了 地里没人干活了 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 集体食堂已经坐湿山空 没有粮食下锅了 就用榆树皮 野菜凑合 吃得解不了大手 孩子哭 大人闹 好多人害上了浮种兵 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 亲自接见了李承武 赞扬说 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 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 承武同志说得好啊 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 洛阳地委书记 文革期间曾经担任 中共政治局委员 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 说办人民公社 没说叫刮共产风 吃食堂饭 实践证明不行 要搞人民公社 必须去掉食堂 有了毛泽东的上方保健 1959年5月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 粮食分配到户 个人自愿参加 口粮依人定量 其余全部归籍 还只是将四流地 发还社员 允许社员 私养家畜家庭 我知道毛泽东对食堂的批评 听到不少意见 但是他对食堂是情有多重的事 他开始就是 制衣事 制衣事 古代的汉 他经常讲 是五朵米道 制衣事 吃饭不要钱 他是很欣赏这个东西的 后来出了问题 一直到郑州会议 或者甚至到樓州会议 他希望能够三分之一的 都不行了 只有三分之一行的 这三分之一行的 就了不得 这是大事情 一直到六年 我省最多的时候 像贵州省说了假话 就是给我写了个 公共市场调查报告 毛泽东做很长的批试 如果贵州调查报告 是可笑的 是好的 还有强贵都要恢复市场 也没有例外 公共市场 毛泽东自始至终 才情有多重的是 至于个别的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看法 他没有动摇 一直到六一年 派胡乔牧他们到 小山到湖南调查 这个胡乔牧的报告 写了封信 然后甚至毛泽东的亲手 去跟毛泽东讲 毛泽东才说 他也没说减散 他说有农民自乱吧 这样就是一个减散 到六一年冬天才减散市场 在这个1959年的六月 毛泽东自己到了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韶山 他在跟这个 当这个 跟自己这个乡亲 开会的时候 乡亲们就反映 这个公社食堂不行 不能再办 那么毛泽东当时 也跟在座的这个乡亲 他就说 他就说这个 他原话是这样说 说食堂里吃不饱饭 可以散了吗 这个办法呢 也太浪费粮食了 这是他自己说的 但他后来没实现 对 他是亲老乡吃 吃顿饭 那么对啊 为什么他自己 连自己家乡老乡的话 而且他自己也 要他们把这公司的食堂 给散掉 为什么他反过来 又要说坚持办下去 这个公共食堂 对当时同志在来说 不就是毛泽东的理想 吃大锅饭 这一事 吃饭不要钱 这是他的一个理想 一个空想守主义的空 或者一种这个 五头帮的理想 另一方面呢 对食堂来说 都是一种 这个 他如果是解放生产力的 一种表现 而对干部来说 是管理 商人管理 商人控制的表现 什么时候会他 食堂的一项目 干什么干什么 就完了 也是控制农民的一种表现 是把农民宣在 一个集体的一个 所有制度的这个绳子上 对农民控制的表现 所以不光是他 把农民的家庭锅 什么快碗都砸了嘛 就不让家做饭 不让冒烟呢 所以他不光是 毛泽东虽然个人 有时候偶尔有认识 但是不是他根本上的 总体上认识 总体上本质上 他是希望食堂办好的 他亲友多钟的是 公共食堂暴露出严重问题之后 毛泽东内心 也不想解散公共食堂 他这边刚刚允许 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 那边就在前往 卢山会议的途中 鼓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吴之谱说 食堂要坚持下来 不要去提倡食堂 坚决垮台 是坚决自愿 坚决办好 1959年6月29日 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宋永义 投入 毛泽东让各地省委负责人向中央汇报公共食堂的问题 也并非是想取消食堂 四川省委书记李景全就投其所好 宋永义说 就是李景全 他立刻给毛泽东写信 就说公共食堂怎么好 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把公共食堂恢复起来了 毛泽东一看 他要的东西来了 实际上毛泽东表面上的征求意见 他那个言下之意是什么 他不服啊 他要下面给他提供 他可以在上城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啊 那些务实派交手的炮弹 你看李景全就提供了 而这个时候实际上四川基本上所有的食堂根本就开不出火 没有饭吃啊 根本没有饭吃 他就胡扯一东 然后毛泽东就非常得意说公共食堂还是要办下去 那就饿死更多的人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这个教授啊 杨奎松他对这个五几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那一场大饥荒子有很深入的这个研究 他呢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毛长期认为只要有了人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好的制度 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个是基于他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相信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外国人想象不到的 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毛泽东啊 他有个唯一之论 最终有唯一之论的 这个思想跟着很深 从他年轻的时候 在长沙第一四川学院念书的时候 他就很崇拜那个 这个刘君子被杀的 刘君子 刘君子 宣伐着那个无锡政变 谭思同 他就很 谭思同有朋友叫辛利说 谭思同有朋友叫辛利说 他就叫人学 他本书叫人学 人丹尼人二子二子人学 他说 他就夸大了心的重 所以心就是意识 意识吧 就是思想吧 主观意识 他夸大心的重 他说福心 这个福 就是福心里最大的 无不可挡 他精神力量最大 什么都可挡不了 谭思同有说 他当时杨长 杨毛泽东的老师 以及他的老幼妇杨长记 也是主张辛利说的一个学者 他有一篇文章叫 《进化斩鱼记》说 人动摩大如心 人的动力摩大如心 精神一到 活四不成 这精神一到 什么事都能干成 对杨长记说的 这毛泽东就很相信 这个谭思同和杨长记的话 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 他心里的作用 他系统地产生了 这个心 都是他的力量 杨长记给他打了一别分 打了满分 在毛泽东在 还有另外一个 论 秀淑东写到 他说 一动天下者 想动天下者 当动天下者心 动气心者 当主有大本大元 大本大元 大本大元 它是一种思想体系 无今以大本大元为号召 天下者心 有其不动者乎 我想大本大元 有根本的意识形态 所有核心价值来号召 天下没有人不动心的 天下者心皆动 天下者士 有不论动者乎 这天下心动了 什么时候都能办成 所以他大本大元 他找了几十年 到了后来 才找到马赫斯主义 开始无政府主义 开始这个 这个知名临学 找了很多很多 之后到19 1922年 21年左右 他才找到了 马赫斯主义 跟蔡霍森的启发下 找到了马赫斯主义 这马赫斯大起一张 天下为之震动 他说 都跟着来了 所以他就很重视 意识形态的作用 重视新的作用 所以他的唯一之论呢 是从年轻 一直到年老 都一直没变的 所以杨国松阵的话 是讲毛泽东的唯一之论 但是毛泽东自称为 唯物主义者 所以他自称唯物主义者 他实际是唯一之论事 唯一之论者 他是唯一之论者 就是说他认为 实际上是意志 能够决定 意志决定一切 全国人民的意志 坚定 这个事就能够 就能够冲过去 就能够冲过去 最后的结果呢 最后的结果 他是失败了 意志肯定看不住事实 最后是造成大气候 失败了 当年这个信仰事件 发生了以后 震动了中共的上层 如果不说 没有震动全国 当时消息封锁 大家不知道 但起码中共的上层 是被震动了 而且他们也进行了处理 但是毛泽东 把这个事情说成 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在这个形成 他真的是这么认为吗 我想这是一个借口 是一个 是个特殖自由的表现 因为信仰 信仰这个地方 是老根据地 当时 所以信仰每一个树木 每一个草 都对革命有贡献 都说 张提学 像犹太宗 他都老家 都在那打个邮寄 所以李贤念 对了也有感情 他是 包括 信四方们 对了也都有感情 所以怎么说 是 又是鬼门党的 掺杂于女儿 所以是不对的 甚至他把 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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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这个说法吗 刘少奇认同 刘少奇认同 其他的人就没看到根据了 刘少奇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刘少奇是三分之一的政权 在敌人手里吗 这是哪一年说的 就在前后就 特别搞私情 搞私情开始 搞私情 也不是落死人以后 就搞整风整舍 整风整舍就是整基层干部 就清散 他在大饥荒室的一些表现 多吃多战 其他老百姓 但是有这个情况 把他们抓起来 或者进整灯 在之后 把他们打下来以后 接着就私情 私情就是基本 有时候其实私情 比毛泽东还要左 还要厉害 还有什么其他的 比较级别高的领导干部 受到处罚的 或者是没受到处罚 级别高的干部 我刚才说几个 受到处罚 受到处罚 就是这样子调理了 没有什么处罚 没有真正的处罚 真正惨的 就是县委书记以下的 很惨 县委书记以下的人 包括信仰地位书记 那个水恩学的那个人 也是很惨 当时要强逼他 胡罗 吴贞福都说 本来吴贞福支持他的 吴贞福说的信仰的粮食 产的多少 他帮的很多很多 张书帆 张远帮他少 张远帮他还敢批了 真的是这个吴贞福支持 那个 这个说的那个 写地位书记 我的名字有了 后来批他 吴贞福就是人性格斗批呀 没想到这么坏 实际上 吴贞福都是虚伪吧 本来他批的 他反过来特约责任 后这个人是 后来到一个农场 当副厂长 这么一个职务 这个人还算比较好 当了副厂长 后来重新入党 这么开始党 重新入党 就是说县级以下的干部 还是有一些受到了很严厉的处分 到公社 这一级跟他通过 六一年的 这个叫整风整设 就把整个责任 抬到这批市上去了 叫民主革命补克 所以这批是国民党 国民党残杂云业 这批人挨诊的很多 这批人坐牢的挨诊的很多 也就是说 当时处罚他们的时候 这个名义 是说他们是国民党 而不是说 共产党自己犯了错 对 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所以民主革命打国民党 叫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不彻底 民主革命补克 把他们抓起来 要积训 特训 积训的时候 关起来 然后外面机枪都夹着 不能出来 这么一样的情况 国生的 很多这样的情况 就这批人 就是基层杠 不能基层杠部 中国的农村杠部 本来所值不高 所值披子嘛 披子人都嘛 不能所值不高 当然这些所值不高 后来从中国历史人 淘汰 特别差 也就淘汰下去了 稍微好一点 本来所值不高的人 在那个情况下 干的坏事肯定是真的 真的之后 不能是 这个坏事是上面的 有政策 上面这么高的 逼着的 比如 比如 满山四分啊 或者真粮啊 或者农民偷吃 就是吃青嘛 把农民打死啊 或者食堂扣饭 这都是上面政策 制度造成的 他们有罪 这怎么全部 特论他们 说他们是 国民党的残渣云业 这就不是 不复实施了 新阳地区 本来是个 老革命根据地 本来就是 是新阳的每一个 现在每一根草木 这个人当都有功的 怎么会有 国民党残渣云业呢 是吧 把新阳事业 作为残渣云业 作为民主革命 识典的 某种批的就 前国就把民主革命 识典就整成干部就 这后来接着 就跟四星年一起了 四星就跟我们 更年一起 年这一期了 中国大陆呢 很多的这个人 都知道一个情况 就是说 在那几年的 期间呢 由于全国的 这个粮食供应 其他的副食品供应 都很紧张 所以呢 毛泽东呢 面对这个困难呢 毛泽东自己也决心 不再吃肉了 他的很多的 身边的工作人员 写回忆呢 也都把这个 作为毛泽东 体察民情 与民同苦 这样一个情况 来写出来 就对这个毛泽东 作为人民的领袖呢 加以赞扬 您对当时 毛泽东的生活情况 怎么了解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 就空墙内部的一些 警官人的回忆录 网绕水说 楼菜里面 楼菜园里面 无英雄吧 他们写的真真假假 也可以信 也可以不信 你比如说 他不吃肉 现在我们也不愿意吃肉 营养过剩的 他不吃肉 还吃别的 我的书上讲了 他当时的菜单 什么上海的烤服 什么这些东西 这个虾 这菜单都公布出来了 这肯定是有的 其实他吃不吃肉 对于个人来说 他吃肉 也吃不了多少 强过这么远的一个人 孙悟特 也可以理解 他是皇上 就是可以理解 但实际上 也不是什么回事 他说 现在最近皮疗 他抽烟 吃了个烟 专门有车间 给他造的 是特殊的 他成本多高 他吃鱼 比如从南方 用专门飞机来认的 他什么都是 他吃青菜 也是专门种的 他成本不知道 高多少倍 这还不说 就是他的 当时的行工 他说 建了很多行工 国际都建行工 但多少钱 比如他老家的滴水洞 滴水洞 我去看过来 那一边修滴水洞的时候 一边他老家 我死人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 就是在1959年 就是开始 跟周小舟说 59年 小周啊 我在小时候 在翻个牛 打个架 你在打个草棚子吧 等我老了 退休过年 在休息 别的年龄 回来休息吧 他周小舟不久就夸台了 也可能周小舟 没理解他的意思 张文化上台之后 马上大心头目 搞了个滴水洞 张平化 张平化就是说 湖南省委 周小舟的接班人 周小舟的接班人 您说的这个滴水洞 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别墅 是个很高档的别墅 很大 规模很大 我去看过 修在什么地方 就在他们老家 少山不远的地方 现在有车可以通到那里去 您去看过 那里面怎么样 基本是按照中南海的楼房吧 在洞里面 南前保卫的 东南夏凉啊 有大山洞 房子都是按中南海的 那沙发很宽 跟安德毛泽东的身材 做的沙发 床都是那样的 其实他住的很少 住的就住一次吧 就住了一次 那个房子 看面积有多大 大概一万机吧 一万平米机吧 这位毛泽东一个人修的 这位一个人修的 而且是在大饥荒期间修的 这二年二零三工程 三年二工程 没工程 保密的 都围起来 老百姓都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干什么 修这个东西 毛泽东当年知道吗 是他让修的吗 是他让修的 他先跟周小舟说 小舟啊 我这小时候 打个架放个牛 你在这给我打个棚子吧 打个棚子干什么呢 除了我休息以外 其他领导同志 也可以来休息吧 我说张晋梅 我这般话大心头目 在那个年代 其他地方 有给毛泽东修这样的 这个休假别墅 都有 比如天津 就河北省修的 天津宾馆现在 叫田宾馆 叫第一招的所 修了四栋 跟那个毛州猪流 一个人一栋 一个栋 一二三四号 毛泽东最高级 现在还是用作的 是在哪一年修的 这六零年 六零年 大饥荒年代 大饥荒年代 比如说 河北省都有 杭州啊 山东啊 我说的都写了 很多河北省 基本都有 都有 都行工的 其实他就没这么住 他也住不过来 那就是说 毛泽东当年不吃肉 并不能说明 是毛泽东体察民情 与民痛苦 起码少修一栋 我就 比树的就够了 那一顿肉 这都是钱的 尽管中国官方 当年销毁了统计资料 但是大饥荒的真相 还是不断浮出水面 尽管中国官方宣传 给那些高层领导人 套上过各种光环 但是他们各种 不为人知的言行 还是不断地暴露在 人们的视线之中 俗话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请您继续关注 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我是李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 第二位是 接下来是 今天的英语教学节目 美语怎么说 美国之音乐 美国之音乐 这种恨恨恨 这是美国的文化 这就是美国的文化 这就是美国的文化 美国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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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不想这样 我疯狂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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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伦 这是我们在中国 我们学会在中国 这是杨伦 杨伦 杨伦 你告诉我 他的同事 长得这么漂亮 谢谢 我说这给所有的女孩 好 好 你也好 好 你确定你可以在外面 你冷吗 你需要人吃饼 我可以给你一些 那会好 我妈妈是个医生 所以 我妈妈是个医生 所以是我的自治疗 要治疗病人 好 好 我来不过去看看 我能找到一些 选择的选择 and you tw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true, sounds good so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Mike? um, that's one month looking for three looking for three hold on how much you asking how many I need three what? what okay that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pro code alright, the pro code is simple when I introduce youngling to one of my friends she needs to check with me first before she starts moving on my friend she's going to give them like ten minutes and she's already got him wrapped around her little finger Mike, what happened? seriously, I leave you too alone for ten minutes and you're already trying to get to second base? what?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dude, you're tripping, are you ok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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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I might not be the best at picking up at hits but I'm not blind dude, youngling put her arm around me because I feel dizzy and she put her hand on my face to check my temperature okay, well, fine, fine, fine but what about that kiss I just broke up? he's just trying to show me his new pupp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kosh so...who wants a hot dog? let's just go whooo, thank you okay, that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bro code how how he's a team on for ten minutes and you're already trying to get to second base? tailgating is basically people get together before the sports game and then have beer and everything together it's just a giant basketball i-o! i-o! this is like 10 minutes and she's already got him wrap around her little finger how do you do?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性相识 Chinese at 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VOA卫视 十字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VOA新闻at gmail.com VOA卫视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好了今天VOA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不过请大家不要离开 留下来继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林森 我们稍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